哈喽大家好我是超哥很高兴大家观看本人录制的绘生会影系列视频 本期视频教大家如何用绘生会影x做一个无缝缩放展场好废话不揍说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就这样一个无缝缩放展场 好我们来开始操作 选择图片素材 调整到屏幕大小保持框框比 选择快照 为了流畅度我们要快选择飞生会影姿势比较好的格式 再拖整一张素材图片 调整到屏幕大小 保持框框比 选择快照 单靠灰生会影完成这个无缝展场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我们借助玻璃史赖的滤镜来完成 没有这个滤镜的时候滤镜的朋友请自己自我下载 选择特效面板 选择玻璃史赖的 添加到玻璃史赖的图层上面 选择右键打开显向面板 选择自定一滤镜 选择高级模式 为了方便操作我把工作区调整到我自己保存的工作区 为了方便操作我们先导入一张图片 把这个往下拖 拖到这个关键点 和中间关键点 拖到这个视频一的关 关键点 和这里要交接的地方 选择视频一选择合成 选择合成 调整一下横向正向的模式为 弹路弹错 选择最后一 选择视频一的最后一个关键点 调整横向正向和横向为 最大吧 使其魔符 显重关 显重底下一层 选择合成 横向和正向改为 当初 在这个交接处的 这个关键帧 添加一个关键帧 把这个回到 第一个关键帧 调整一下 成像正向为最大 为什么这么调 这个 这个反正就是这么调的 再调一下 不透明度 打下关键帧 改为当中当初 不透明度改为0 不透明度 不透明度 当中当初 当中当初 前面改为0 这样就类似一个 透明度转换了 这相当图片啊 我们换一张图片 完成这个 这样就完成一个透明展场的效果 一般无分展场都是这么做的 当然在这个软件里是这么做的 在别的软件的我就不清楚了 好 我们来 我们把窗口调整到 我调整到滤镜 滤镜效果 搜索 搜索 搜索蓝宝石插件 搜索蓝宝石圈是福尔姆插件 拖动该插件我到到这个轨道上时间轴上 这个插件就这个在这个里面里面里面这个就相当于AE里面的调节层可以放在上面 但是有的有的不可以有的可以反正目前我还没有发现不可以的直接透露到这上面 对该滤镜添加关键针 选择这个追逐收放为了方便操作 我把第一个以下图层给关掉 调一下数字 把这个数模式改为当初当初 给到最后一针往前面调 这样绿是一个放大效果就做好了 我们可能就第一复制一层该滤镜 把这个滤镜拖动到下方 调一下 调一下关键点的位置 调一下关键点的位置 把上面一层关掉 把这层打开 我们先回到惠镜会影看下效果 其实这一这样的效果这样已经差不多做好了这个效果 我们复制复制属性 选择粘贴所有属性 打开选项面板 选择制造和设置键 选择应用覆盖选项 选择全能制造 再打开选项面板 再打开选项面板 显示自定应用力键 显示高级模式 把底下一层删掉 再显示这一层 显示自定应用力键 显示高级模式 把上面一层删掉 这样在惠镜会影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无缝转场的效果 当然要要这样要调成这样调成这样的转场 就需要把这个滤镜往后调就可以了 把这个滤镜这个关键针和滤镜往后调 这个是往前调 这个就是往后调 这个就是往后调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由于卡的原因 他这里他这里就播放不是很盛串 不能像其他有软件一样可以渲染 这样一个无缝转场 这个无缝缝转场就基本上做好了 当然我这里的效果是调的不明 不是很明显 要要调成我之前这样的效果要慢慢的调 这里我就我就不不在这里仔细发费时间调了 反正这个方法就是这样这样弄的 好本期的效果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